大家好 我是竹林籃球隊的教練 我叫朱建威 那我自己以前也是從竹林畢業的 那其實剛好在音樂機會下有這個機會可以回到母校服務 那其實目前在學校也服務了八年左右 常常跟他們說你球場就跟人生一樣 那你一定會人生一定會遇到挫折 那可能有些一個有些兩個 那只是你早跟晚遇到而已 那我覺得就是透過球場來讓他們學習人生的道理 那遇到挫折的時候我就是鼓勵他們要勇敢去面對 就跟我們以後人生遇到挫折一樣 我們之後去面對我們才有辦法跨過它 自然跨過它之後我們就會成長 那我是希望可以透過這個讓他們去學習 學習不放棄的精神跟堅持到底 因為其實我們也會常常跟他們講說我們就已經這麼矮了 那我們當然就是要第一個要更快 然後第二個就是要用防守來彌補我們的高度嘛 然後就是要團隊球風 就是不能局限你一兩個人 因為我們沒有到這麼倒尬的球員 所以我們要用團隊來彌補我們的身材上的劣勢 就是可能第一個就是快速用防守來製造更多反擊的機會 然後第二個就是外線這樣 我是不反對球學這個做 因為我覺得這個做法對台灣的尤其是遺囑球隊是好的 因為其實小朋友很多都是懷抱著夢想在打球 那當然因為以前我也是經歷過戰藍球圈比較久 那其實我也看過比較多 那我覺得有夢想是好事 因為至少他們第一個不會學壞 但是我們如何讓他在追求他的夢想的時候 又能讓他繼續保持著學習這一關 因為大家都說學生求學員 那學生還是擺在球員前面 那當然我們還是要讓他做好學習該做的角色跟本分 像我們第一次考試的時候 我們只有11個球員有達到門檻而已 那其實後來沒有達到門檻的球員 他們就很努力很努力去準備這次的段考 那像我們今天才考完 那我就說我去問一些老師 老師說他們就是上次沒過的球員這次都很認真 然後幾乎都有機會達到門檻 那我覺得其實這隊伍他們來說是另外一種成長 他們就是他們是為了想要上場去比賽而讀書 但是我覺得這不管他 他有個出發點是什麼 但至少他有去做到讀書這件事情 那當然自然而然往後要長大了 他現在學這些東西 搞不好他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用到他現在學的這些知識 至少這些知識他就已經先準備好了 我覺得在課場他們也可以學習看不下性 像我們第一場比賽就是課場在中和高中打 那時候我感覺他們幾乎上去都是完全不會打球 因為他可能這輩子 應該是說這輩子第一次在這麼多人的狀況下 而且是全部沒有人幫他們加油的狀況下打球 那我覺得他們可能自己也有嚇到這樣 那我覺得這樣就是一方面可以訓練他們的抗壓能力嘛 因為建築過這種場面之後 他可能下次再遇到一樣的場面 他可能就不會這麼慌張 對 我是竹林高中 16號貓慶發 因為 國中打完 成績不錯 喜歡的感覺 想要延續夢想 所以 所以 來這邊打 因為這邊蠻強的 強度 高一 高三學長很強 超強那種 就是 強度超高 練球超累 然後 然後打一些比賽啊 然後後面時間 會放我上 然後我上去就 很爛 超爛的 阿姨就 不想讓我上去這樣 打一下下又放我下來 然後 就覺得 來這邊 又累 打一下下而已 就 不想打啊 超累的 然後 不想放棄 但是 高三學長也是 也是學長啊 他就跟我講鼓勵我 這樣這樣 然後我就好啊 就繼續練 然後 那壓力 壓力來了頂住 就被你搶了這樣 就打了 好 大家好 我是竹林高中 二十一號 由修瑞 本來是想放棄啊 阿家人也有支持我 教練也有找過我很多次 就叫我 撐下去了 然後以前 以前學長也有想 想放棄過 然後就跟我講 然後我就 我就努力一直練一練 假日也跟著 也自己自主練習 然後 就打到選法為止 就不想放棄 就不想放棄